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们来到这个加九辽西 红河谷 这里我都没有来过 今天是第一次来 等一下是从旁边那边下去下去 然后一直往上做 看看上面哪边的点比较好就掉那一段就好了 今天就是在这边掉 看起来水量应该刚刚好 应该算不错 不知道这边有没有鱼 等一下再去看看就知道了 现在走到上面来了 上面还有一个小的瀑布 刚刚下面有一个大的瀑布 结果发现一件事情 我刚刚从路口那边开始溯溪 然后走上大的南沙坝 上来之后我才发现 这边一直有路可以下来 这边也有路可以下来 所以大家不要像我一样笨笨的 做西从下面一直走上来 走旁边那个步道就可以了 就可以从那边下来了 笨要死一直做西 不过这边环境很好 没什么人 然后漂流木啊那些啊 也蛮多的 然后都可以遮阴 所以在这边烤肉应该是很舒服 目前为止是没有小黑纹 但是鱼看起来好像没看到什么鱼 今天还是来这边试大麦虫 反正没钓过的地方 第一次来就是先试试看大麦虫 哦 哦 有赖哦 哦哦哦 这个是好像 不是一枝花哦 好像是土花哦 哦 哎呀 九斑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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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在那 哦哦哦 我卡住 九斑啦 还不错哦 今天大麦虫还蛮咬的 九斑 十十五斑 九斑 十十五斑 我的脑 很多百多的 那剛剛釣了大概不到一小時 這邊的魚沒有吃過大麥蟲 那個咬訊很強烈 因為拉去都拉很長時間 好像不願意吐出來這樣 一下子蠻好釣的 不到一小時就蠻多的 而且只釣一小段而已 那種賴都很多 這邊算不錯 第一次來這邊沒有帶很多大麥蟲 所以今天應該不夠用 這邊隨便一個地方都可以烤肉 都有漂流木 步道可以下歇下來 今天沒帶雞腿真的錯了 這地方超棒 方便又有魚 又有漂流木 又不會曬太陽 剛剛才說 很好釣 結果風就開始吹了 哇哩哩 風很大 我都沒辦法拋了 我都沒辦法拋了 雪麥喔 喔喔喔喔 雖然風大 不過那邊吃的比較明顯 吃蟲的力道比較大 第二場我是 釣瀑布下面那一段賴 那一段魚也蠻多的 好像比較大隻一點 大概也是一個小時吧 這個 指斑那邊就比較大隻一點 現在把它放 放到袋子裡面 這邊蠻涼的 魚 活力都OK 都很正常 沒有死亡的問題 不過今天 現在開始風很大了 有點不好釣 不好拋了 現在11點多了齁 這邊 飄蠻木 樹枝很多 不找一點 東西 樹枝來烤的話 就是浪費這麼好的環境 第一次來 這環境算很好了 也沒有蚊子 來烤點東西吧 確定 棍子 是 匯磨 春風 嬅 車子 好一隻魚啊,池子 吃點氣味 今天沒帶東西 好 好久沒有烤魚了 我快忘記怎麼烤 第一次吃這邊的魚 這個豬子斷掉了 還是用我的鐵絲來烤吧 應該是好了 應該是好了 就好了 把它 放在這邊 等它涼了 再來吃吧 烤一片吐司 反正今天沒帶吃的 吐司是準備 所以 如果大麥蟲不吃的話 又沒有吸蟲的話 要釣吐司 所以今天有買吐司 烤吐司應該沒什麼秘訣吧 烤到酥酥的就好了 不要黑掉就好了 沒東西可以夾 大麥蟲 大麥蟲帶不夠 不然假大麥蟲給你們看 哦,好了好了好了 好啦,先來吃魚吧 魚應該有熟吧 魚應該有熟吧 把他的衣服掀開 不要管他外表多醜 衣服掀開 魚應該有熟 這十斑刺很多 我熟了 嗯 嗯 這十斑刺很多 熟了 好久沒吃魚了 很好吃 很好吃 不過 十斑西吃很多 吃的時候要小心 就新鮮的 味道就是不一樣 就是 吃起味的啊 你要吃飽是不大可能的 嗯 新鮮的他的骨頭都很好拔 很好拔 如果你們沒有吃過食飯的話 是不大建議你們吃啊 嗯 因為要細刺很多 你不會吃的話 要很小心刺 這十斑才會這麼多 就是因為他刺很多 吐司 吐司 吐司要說什麼 就是這樣啊 不過這個吐司是 徹底去選的喔 這個是可以釣魚的那種 很Q的那種吐司 你看喔 有沒有 吃起來就跟你們那種吐司不一樣 那種層次 真的不錯耶 沾點胡椒鹽 應該不錯 原住民來打魚耶 這個是他們 烏來是 原住民傳統的那個 獵場 哇哩咧 老鷹隻小鳥 有看到嗎 這是老鷹還是什麼鷹 欸在那邊 欸你看看 他把抓一隻鳥耶 哇賽 第一次看過 這小型的老鷹吧 剛剛跟那個原住民聊天的時候啊 他說 怎麼會都沒有魚啊 他說打魚 只有打兩三隻而已 他說 五六月份的時候這邊魚很多 他說現在為什麼都沒有魚 其實魚還蠻多的啦 我釣的是蠻好釣的 那可見這邊 魚應該很多 他們原住民常常打魚的都知道 五六月魚很多 那現在九月多的當然魚會 比較少一點 那明年就可以早一點來這 加九遼西啦 那現在中午 休息過了齁 這一段我們都釣過了 而且現在 風雨都很大 那我們把東西收一收齁 上去那個步道 然後到那個瀑布上面去看看 有沒有比較好的點 然後看看上面那邊 那個大麥桶會不會吃 就是 下面這裡的話先記錄一下 這個 還不錯啦 就是 底型也還不錯 也還蠻咬的 那去上面啦 現在十二點多 我們要收一收 要 裝往那個步道上去 然後去上面看看 其他點怎麼樣 好 走吧 這步道應該都很好走吧 都是水泥 早上不知道有這一條 不然直接走這裡就好了 不然直接走這裡就好了 很多人在走喔 剛剛釣魚的時候 一個早上大概有 一個早上大概有四五十個人了 現在還可以假日 那現在這邊又 瀑布這邊又分兩條囉 一條是 月嶺古道 然後一條是 下山往前跟上 那我們還是沿著溪走就對了 那個告示台那裡 那個告示台那裡 往右邊那邊 下面走 走下來就是溪了 就沒有路了 所以還是要塑溪上來 然後在那邊 遇到剛剛那個打魚的原住民 他剛好 正在吃苦花 說 這邊苦花 現在比較少 他說現在 這裡的魚 下午兩點都不大會咬 不知道真的還假的 現在十二點多 我們走到上面來 上面的點 看起來就 比較漂亮 因為比較不好來 所以看起來就比較乾淨 那等一下在附近釣看看 上面這一段這個環境 真的不錯 都 可以不曬太陽 然後木頭很多 然後 這魚蠻多的 我剛剛丟兩下 很會吃喔 這個環境都很乾淨很清幽 不過今天就是風太大了 剛剛送一隻 彈掉之後 我的鯔西就在那裡了 在那裡飄啊飄 哇哩咧 整副都給他買去了 只好衝綁 下面這一段 這邊一樣有樹齁 不過這棵樹是 那個 文旦 我中秋節快到了 剛剛用石頭打 打不到 上面全部都是 但是 想說打幾顆下來吃 沒那麼容易 不過也不錯啦 西邊還有文旦 啊這個 這種樹也不好爬 爬也危險 所以 還是釣魚比較實在 一隻花 一隻花超多的 你看 這個應該跟我上次拔那個一樣 今天就不拔了 反正家裡還有 今天風實在太大了 我的釣魚都 釣魚的部分都幾乎沒辦法拍 對 十一桌 這邊風景很漂亮 上游這邊有一顆木頭很大 掃在這裡 這邊有那個 礦泉水 然後 釣這個繩子 我想應該是人家 原住民搭公寮 那種 像帳篷那種 負重的那種 東西吧 不然這邊也沒有 沒有必要裝水啊 可能是 擦帳篷吹走那個 啊這個 這個 這一顆就真的很大 那邊也是 不知道搭一個那個是什麼 生活的嗎 還是 應該也是 反 反公寮 反部的東西吧 那個 還有這個 應該都是 反正上面就是 這邊是蠻原始的 可是今天真的是風很大 可惜了 不然的話 上面就可以 專心的釣看看 風很大 這種淺的 幾乎都 拋了也沒用 線都軟軟的 也感應不到 好 齁 等一下再看看吧 哦 不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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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枝花 今天都是一枝花啦 越上面越多 欸 一枝花 今天都是這樣 流到最後面 就是一枝花 這邊 有一片地瓜葉 這個是地瓜葉啊 沒錯吧 對啊 等一下拔一點回去 這可能是以前 原住民種的吧 等一下多塞一點 對 拔了一把地瓜葉 晚上帶回去加菜 剛剛拔一點地瓜葉 這邊有一棵山樹 隨便摆幾片 好 這個幾片 現在三點多了齁 因為它是峽谷齁 所以三點多就 感覺就開始暗了 那 其實這邊也不建議一個人來啦 這裡 蠻荒涼的 而且 手機收不到訊號 沒辦法 收到訊號 沒辦法 所以算是 一個人來 算是如果發生危險的話 算是如果發生危險的話 能打緊急電話 大家看看就好啦 要來的話 要結伴同行 把魚放一放 一枝花上面 一枝花比較多 下面就 池斑也有啦 中中的 中中的 中中的體型 這樣 沒有很大的石斑啦 好啦 把它放一放吧 但是還不錯啦 其實風比較大的話 今天算是蠻好調的